嗨,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撩影 当程序的合法与社会的正义相冲突时 你是选择破坏程序,还是选择坚守正义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根据韩国正式事件改变的犯罪题材电影《追击者》 以及品味正义的可贵 在灯红酒玉的首尔街头,氏族女阿丽正在四处寻找恩客 很快,一位名叫阿伟的男人出现了 在上年了价格之后,男人就上了阿丽的汽车朝着自己的公寓驶去 不久之后,大金就发现阿丽的车被遗弃在了街边 上面贴满了各色各样的小广告 而阿丽也离奇的失踪了 大金是首尔有名的皮条客 阿丽正是他手下的女郎,凭借着之前的警察身份 大金的生意一直做的顺风顺水 但最近一段时间,他过得颇为恼火 先是手下有两名女郎接连失踪,又是频频遇到难常的客户 大金忍不住就把气撒在了小弟光头的身上 更让大金郁闷的是 这两人失踪前都寄了大金一大笔钱 所以大金认定,他们一定是写款潜逃了 尽管光头建议大金立即报警 但大金知道,自己从事的毕竟是灰色产业 他只能忍气吞声,自己暗地里查找线索 这天,他手下的妓女小花又遇到了变态客户 大金亲自出面摆平纠纷 保护手下女郎的权益也是大金的执作所在 这天,大金又接到了光头的电话 一个难缠的客户已经换了几个女郎都不满意 光头想让美珍去应付他 大金十分矛盾 美珍是一名单亲母亲,正生病在家休息 他原本不忍心打扰 但除了美珍,眼下也没有更好的人选 于是,大金拨通了美珍的电话 尽管美珍一再推脱 但在大金的威胁下 美珍还是被迫接受了任务 他很快开车来到了约定的地点见面 接走了这名恩客 与此同时,大金通过接客记录 查出手下两名女郎正是接待了阿伟之后 才突然失踪的 所以,大金断定 他们一定是被阿伟拐卖了 于是,大金连忙电话询问美珍走到了哪里 当得知他们已经在望远洞附近时 大金嘱咐他 进门之后将客户地址发给自己 而大金也戴上手铐 立即赶到望远洞附近 准备亲自将这个家伙抓住 为了一方不测 大金还给之前重案组的同事急语打去了求助电话 但此时的急语正在执行保护首尔市长的任务 看到市长被民众攻击 急语匆忙地挂断了电话赶去救援 大金只得一个人在附近等待美珍的消息 接完电话的美珍隐约察觉到了异样 但看着身边略显智能的男人 并不像什么邪恶的歹徒 于是,他抱着一丝侥幸 还是按照男人的指示继续前行 他并不知道 眼前的男人正是阿丽失踪前最后接待的那个恩客阿伟 很快,美珍跟着阿伟来到了一座幽深的庭院前 看着黑漆漆的公寓 美珍心里闪过了一丝恐惧 但想着一会儿大金会赶来救援 他还是牢牢地记下了阿伟家的门牌号码 壮着胆子跟着阿伟走了进去 进门以后 美珍立即就借口洗澡躲进了卫生间里 打算偷偷给大金发送地址信息 但他突然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手机信号 美珍开始慌了 他四处寻找可以逃跑的出路 却意外发现地上带血的长发 美珍顿时紧张地颤抖起来 没过多久 美珍就被阿伟绑进了厕所 之前男人只穿着一条内裤 缓缓地从提包里造出了一堆工具 还怪诞地询问美珍活下去的理由是什么 美珍以为阿伟会心生怜悯 于是颤抖着告诉他 自己还有一个七岁的女儿 但阿伟听完没有任何反应 还是拿起工具朝着美珍的脑袋砸了过去 尽管美珍拼死挣扎 还是很快被打晕了过去 恰在此时 阿伟家的门铃响了起来 他连忙穿上衣服前去查看 原来是一对老夫妇正在四处找人 阿伟连忙将夫妇打发走 但他们却认出了阿伟的宠物狗 为了避免留下破绽 阿伟只能将这对夫妇骗进家门 残忍地将他们杀害了 而此时的大金找到了美珍的汽车 却怎么也打不通美珍的电话 直觉告诉他 美珍很可能已经遇到了危险 于是他连忙开车在附近寻找 在街头的拐角处 大金意外地撞上了一辆汽车 烦躁不已的大金连忙下车查看 并敲开了对方的车门 想要商讨如何赔付的问题 恰巧坐在车上的正是阿伟 原本打算是二人销赃的他 却意外地被堵在了这里 他难掩内心的慌乱 急忙告诉大壮 不需要赔偿 便让大壮赶紧离开 但多年的从今经历 让大金很快就发现了异常 阿伟身上分明有尚未干涂的血迹 他于是质问阿伟 是否就是今天不断要求 更换失足女的那个顾客 看着阿伟躲避的神情 大金连忙拨通了那名客户 留下的电话 果然阿伟的手机响了起来 眼见自己已经暴露 阿伟连忙拔腿就跑 大金则在后面穷追不舍 没过多久 大金就抓到了阿伟 并重新把他带回了车里 但此时一名警察也赶了过来 在询问了大金的身份之后 大金支支吾吾的谎称自己是警察 却被对方一眼识破 于是警察就将他们一起带回了分局 经过警方细致的询问 阿伟故意露出了破绽 他直言不讳的告诉警方 那些失足女都是被他杀死的 急于也接到了大金打开的求救电话 此时的他正压卸着 公金市长的暴徒返回重案组 听到阿伟的案子 他立即将近期的几宗女性失踪案 联系在了一起 于是他转头将车开进了分局 分局也意识到了阿伟案件的严重性 正打算将阿伟关押起来 后期再进行详细的审问 此时急于也赶到了现场 要求将阿伟带回重案组关押 双方随即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最后还是警察局长朴淑亲子出面 急于才成功带走了阿伟 一心只想找到美镇的大金 并没有立即跟着重案组回去 而是找到了阿伟的汽车 试图寻找有用的线索 果然他在车上发现了一串钥匙 直觉判断 这应该就是阿伟家里的钥匙 于是大金找来了光头 要求他在望雨洞附近 对所有住户进行地毯式的搜查 大金则来到重案组 重新接受询问 在这里他才得知 如果在12小时之内 没能找出阿伟杀人的证据 那么拘捕令就很有可能被警察院驳回 阿伟就要被无罪释放 此时的阿伟也深知警方的程序 于是无论急于怎么问他杀人经过 他都若无其事地讲了出来 唯独对于藏尸的地点 阿伟始终不肯吐露半句 大金知道阿伟这是在故意拖延时间 他告诉急于 只要安排警力找到阿伟的住所 一切自然就真相大白了 但无能的警方根本没有在意大金的意见 他们决定先去美珍家 提取美珍的DNA 然后和阿伟衣服上的血迹进行对比 以此判断阿伟的供词是真是假 于是大金和调查人员立即赶到了美珍家里 发现这里只有他女儿小美独自在家 在提取了美珍的毛发之后 大金刚准备离开 却看到小美孤独地蜷缩在角落里 大金欲心不忍 就带着小美去吃了一顿晚饭 看着董事的小美大金更加内疚 毕竟美珍是因为自己才出的事故 所以大金决定先收留小美 与此同时 中安组的调查也陷入了瓶颈 阿伟当着局长朴叔的面 突然翻供 适口否认自己杀人的事实 而此时检察院也传来了消息 由于证据不足 逮捕令没有获得通过 12小时后 阿伟就将重获自由 这时朴叔突然提议 阿伟既然声称自己杀害了12名女性 那么他很可能就将尸体埋在了附近的山上 而附近只有一座成文山 于是中安组调查的重点 立即转向成文山 试图通过找到受害者的尸体 来认定阿伟的罪名 此时天空突然下起了细雨 这无疑增加了中安组的搜查难度 大金选择用自己的方式找到美珍 他带着小美逐一询问附近的皮条客 试图找到接待过阿伟的女郎 终于他找到了一名叫袖子的女人 曾经接待过阿伟 大金连忙找到袖子 许论阿伟的具体情况 在袖子的口中 阿伟有男性的障碍 而且还经常给袖子发送 自己杀人后的恐怖图片 大金听完 越发的为美珍的安慰而担忧 另一边 光头的搜查也很快有了进展 他用那串钥匙 意外的打开了一间地下室 等大金赶到时 发现这里已经空空如也 突然 一个陌生男子走了进来 在看到有人之后 又迅速的跑了出去 大金和光头急忙去追赶 终于合理把男子抓了回来 在大金的拳打脚踢之下 男人最终松了口 原来他和阿伟是曾经的育友 这个地下室是他借给阿伟用的 大金也是在这间地下室的墙壁上 发现了阿伟留下的耶稣图案 小美原本和光头等在车里 但他突然看到一个女人 很像自己的妈妈 于是他独自跟了过去 等大金返回车里时 他发现小美已经不见了踪迹 急忙和光头四处寻找 最终大金在街角发现了晕倒的小美 他急忙将小美送进了医院 看着重伤昏迷的小美 大金再也安耐不住心中的怒火 他直接来到了重案组 将阿伟暴打了一顿 逼问美镇的下落 阿伟说出了一个地址 重案组于是立即派大量警员赶往那里 听过一番搜查 却毫无收获 他们发现 这依然是阿伟的缓兵之计 此时检察院迫于民众的压力 要求老白立即释放阿伟 并将大金带回警局 防止他继续闹事 在一帮警员的围捕下 大金被压上了警车 但心有不甘的大金 很快就挣脱了束缚 逃了出去 而另一边 美镇突然从昏迷中惊醒 他看到了卫生间里躺着的 另外几具尸体 顿时惊慌不已 但他很快就镇定下来 利用浴池里一脚磨破了绳索 成功逃出了阿伟的魔窟 急于求生的美镇 来到了街角的便利店 请求店主的帮忙 他同时也给大金打去了求求电话 但急于找到阿伟的大金 却意外错过了这通救命的电话 阿伟也在这时被警方释放 他躲过警察的跟踪 朝着自家的方向走去 此时 他口袋里的香烟正好抽完了 他同样拐进了街角的便利店 店主将美镇藏在这里的消息 告诉了阿伟 惊讶万分的男人 转身关紧了便利店的大门 随后毫不犹豫的 将店主和美镇杀害了 等大金赶到的时候 才看到大批警察正在收尸 当得知美镇死在了便利店里时 大金彻底的崩溃了 但他并没有放弃寻找阿伟的踪迹 很快他就通过阿伟留下的 伊苏画像 找到了阿伟的公寓 等他打开大门 正好看到衣冠楚楚的阿伟 站在眼前 他拼命的和阿伟扭打起来 在殊死的搏斗之后 大金拼尽了最后一次力气 将阿伟打倒 此时 专案足以找到了这里 他们拦下了 试图继续攻击阿伟的大金 此时的大金 也终于流出了欣慰的泪水 故事的最后 警方在阿伟的公寓里 找到了所有受害者的尸体 而小美也在医生的救治下 成功苏醒了过来 看完整部电影 大部分人肯定都被沉重的剧情 压得喘不过气来 但事实的真相 往往比电影更加残酷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